虽然桃園的黄色小鴨正在回修中 不过民众也不要太失望 因为继续在2013桃園地景艺术节的展出中 还有其他国内外艺术家的作品 也是多彩多姿令人惊艳连连 带您一起去欣赏 深红的巨大莲花搭配一朵桃红色的小莲花 漂浮在新屋的过岭58号皮膛上 翩翩起舞 摇曳生姿 这是韩国朴朴风 艺术之父 崔正华的作品 在2013桃園地景艺术节 虽然被黄色小鸭抢尽风头 但其他应邀参展的国内外艺术家作品 还是相当令人惊艳 尤其漂浮在新屋皮的15个大小不同 颜色鲜艳 像是变形重搬的点点艺术装置品 是来自日本艺术家草菅迷生的杰作 生命的足迹 很多人说他有点像我们的瓢虫 也有人说像福寿罗 也有人说他的形状像我们的胡子瓜的对半 那不管怎么讲 他都跟我们在地的人文历史地理的景致合而为一 除了皮膛上的大型公共艺术之外 街水巷 泛江老屋也有许多国内外艺术家的作品 宽阔的视野与自然交融的美感 让参观的民众充满惊奇与喜悦 新唐野台电视胡株侠 台湾桃园采访报道